就在保罗乔治要出合同后宣布留守雷霆的消息传出不久 火箭和克里斯保罗也关心了续约的声明 4年1.6亿的顶薪常约让航天城的大脑流了下来 如果说炮交的流队算是有点意外的话 毕竟从上赛季他就和胡人没来眼去了 而保罗的流队则是完全的意料之中 毕竟上赛季来的时候就基本确定他会续约了 在这个号称史无前例的超级自由球员市场中 这两笔续约的新闻很快就被淹没了 凯文我就是要总冠军杜兰特没有悬念的何勇士完成续线 还是一份一加一 只不过这明星着实让球迷们虎居一阵 两年仅6150万 只不过3000万年星 杜兰特迎面变太过不想再牺牲 可是可是 他的诚实身体再次完成幅度不小的降息 这还不算完 今年最大的于詹姆斯一代默默叽叽 直接轰降LA 这条新闻瞬间刷爆了全世界的体育版头条 别忘了这会还是世界杯期间 三许老汉这是以一己之力将世界杯的热度都盖了过去 科密竟然有一天也要做詹姆了 这个世界太让人意想不到了 以前对詹姆斯的评价 不敢去西部 只顾抱大腿什么的也在加蒙古人的这一刻被击碎 而詹姆斯的效应也引发了多位有实力的球员来头 包括第一瞻春时蒂文森 只不过詹姆斯的图板还没满24小时 一切封头又被詹姆斯夺取 因为这几赛季号称联盟第一中锋的考新思加盟了 代价仅有530万的年薪而已 詹姆斯在自己一直以来最薄弱的C位上 一下子得到了质的飞跃 从F级直接穿升到了S 想想他们想赛季的阵容吧 首发简直就是全明星首发级别的 板段上也是指强不弱 于是 邦间纷纷哀嚎 叫嚷着新赛季可以不用打了 戒指提前颁发算了 现在来看 原来东兰特的匠心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了 都要忘了这文章的主角了 说了这么多 主要就是让大家暂且忘掉那个男人 克里斯保罗 保罗的续约在这一顿性满天的操作中 显得平淡无奇 甚至还稍稍透露着一丝失望 不论是勇士的补强 还是詹姆斯的决定3.0 显然那些都更有暴点 而保罗只不过是在早被人猜透底牌后的亮出 对于保罗自己而言 他可不年轻了 力求生涯最后的一份大合同也不过分 可能他内心还会觉得这合同是自己让了步的 因为他没有坚持五年线到最后 火箭上赛季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竞争实力 联盟第一六十五胜也大幅提高了对时最佳战绩记录 留下来无疑就是最稳妥的 那么 他自然是那个收益之人 但是 火箭早早锁定保罗多少也是一种无奈之选 一旦让保罗也掺和到自由市场 火箭到头来或许一无所获 而保罗本身在自由市场的吸引力顺位 其实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詹姆斯 杜兰特 乔治 小卡等人都要排在他身前 是的 保罗可能也是以一种被动之姿选择了火箭 说保罗是这波操作的受害者 可能还是有点言过其实 可是看看西部的竞争环境 火箭真的没有多少底气说 能够复制上赛季的强势 如果保罗不急着签下纳赛合约 先观望列强的动作 那么届时他能够做的选择显然会 便宜 轻軟 我们的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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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 拿着 我们的热门